下個星期我們知道高鐵的事件會撥款 公務小組也是其中一個負責的 你自己的投票意向是怎樣的 我支持的 我也會支持 因為高鐵是會連到整個中國 一個連貢的新人的鐵路網 對香港能夠是進入到 跟整個中國一種連貢 這是一個很有戰略性的 對於很多網友 很多市民 譬如蔡元村 那些聲音會放在甚麼位置呢 蔡元村大家的看法我們理解的 因為自開的地方 因為高鐵的影響而要公遷 但是其實很多地方 都因為交通的原因去收地 可能它都要公遷 就算以錢、鍾日傑 公底自己的地方 因為這樣它都要被收 都是要這樣做的 所以是理解到 但是我覺得政府要做多些賠償 做多些安置 讓我們能夠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園 我覺得這一點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如果因為這樣而高鐵不能起 因為這樣而不去撥款 這一點我就覺得不適 我就接受不了這方面的看法 之前我記得湯家驊搞新世界那件事 不是有一些利益衝突 又沒有報 申報利益 這次這個高鐵賠款 會不會有些議員都是在鐵路沿線 有些董事 你知道有很多身份的 會不會疏忽這些東西 會不會疏忽這些東西 會有些議員 都要問問大家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 大家對利益申報上 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你自己也有小心的 我和那邊的九龍新界的物業 或者有關這方面的關係 我承不了 承不了 承不了 有些車邊承不了 應該這樣說 好 謝謝你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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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